植物大人僵尸 杂交吧 我是僵尸 他来了 今天我们挑战的是五千阳光 随机阵容 看起来植物方不是很强 不过山路有一朵财神爷 那我们就从山路开搞 兄弟们啊 山路有个大双花 但是没有关系 财神爷不死 我将永无宁日 好 山路大双花已经被我们攻破了 现在我们直奔财神爷 但是山路不要放太多的僵尸兄弟们 财神爷后面的南瓜灯是我们的最终目标 现在有床车的话 应该山路 但是没问题 不过二路的话 有个黄游真哥 叔叔黄哥 咱们也要兼顾一下 我说我还抽到一个大哥 等山路辣椒炸了 咱们二路接着放啊 来 接着放 这黄哥必须得死 天哪 咱们开局五千阳光了 花了将近两千阳光 才把财神爷干掉 黄游真干掉之后就好多了 哎 我二路好像是有一个武王 是吧 那有巨人扛伤害的话 还行 那现在我们放四路 把四五路的伤害呢 引过来 又来一个大哥呀 我直接放一路说的嘛 因为一路有个打工打开的没 那江王砸个车呗 砸个车 哇 漂亮 本来一路输出就没多少 还没砸掉一个玉米卷 我这个大哥直了 四路先不滑 四路因为刚才有一个僵尸弹子 他出了一个魅惑巨人 所以咱们四路呢 刚才我没有放太多僵尸 现在我们就等他出场之后再放僵尸 好 现在咱们直接打四路 五路暂时不用管兄弟们 咱们慢点放啊 如果抽到五王的话 咱们安排他去二路 一路也不用管了 这样 哎 这个五王 我这个五王给他放点僵尸 看看能帮他扛一下 这五王很脆啊兄弟们 这么点血 直接凉凉啊 没关系 咱们接着打四路 其他僵尸都没用 现在我们就 刷五王来了 五王来了 那一二三路直接没问题了 兄弟们 四路辣椒炸了 我们接着抓 随便抓 只要再抓一个五王出来 那么放四路 还能把五路带过关 那这关不就完美了吗 没用的僵尸咱们就扔三路 哎 五王来了 不 这五王不太行啊 这五王太脆了呀 一个猫盆都能干掉他 三路辣椒炸了 不用管他 咱们二路有五王呢 一二三路都不省问题 四路接着放 虽然咱们四路这个五王很脆 但是植物的输出也不高 是吧 咱们现在有个床车僵尸过去保护的话 应该没问题 如果能过的话 我还能剩九百阳光呢 不过二路的僵尸快进加了 咱们搞个僵尸 哎 巨人僵尸正合适 放二路去吸引一下一路的伤害 是吧 让咱们四路的五王安心发育 哎呀 我看到五王僵尸断头了 这么多僵尸 为啥就打他呢 小丑还不早点砸 不过没关系 五路随便打法就过了 慢点抓 如果抓出五王 四路直接过关 没有五王的话 咱们五路硬钢 行 不放了 就剩个二百五十阳光 剩个极力的素质 兄弟们 最后小丑一炸 直接过关 大夫安排接客吧